有零星爐跨到綜藝打造的全新露營實境節目 要帶著光小姐走出戶外 27日舉辦發表會 大家都美美出席 但首次嘗試實境節目 讓零星爐直喊實在太赤裸啦 你已經素顏的位置 還好 畢竟我是製作人嘛 我可以後面看 不好看剪掉 沒有啦 我們都還是 反正就是自然就對了 我們老公來參與 不會 不會啊 大家的都不會吧 大家有邀請嗎 沒有 為什麼都過夜了 會不會想戀女人 會啊 他今天 我出門他已經在哭了 他以為我今天就不回去了 金鐘獎豐富時候 真是欣如姐跟哲華姐第一次見面 有沒有互相私下恭喜啊 還是不對勞 有啊 我們當天我們在群裡就 互相恭喜了 那今天是第一次見面 我們有沒有偷偷較勁一下 特地來了 沒喜歡我們較勁 對啊 去錄影看我們誰把誰灌追 可能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我們可以比好了 不然我們從戲裡面一直比比比 我們在錄影也比一下 比一下好 對 手腕 比手腕 是那個啦 阿朱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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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當天就一定有恭喜啦 一定恭喜 但也都會說是有平常心嗎 我都會覺得誰會這樣想法 這問我們 這是要問評審 對 空氣突然安靜 有想過嗎 對啊 其實越近我就越沒去想太多 對啊 我覺得這個最後真的是要交給評審 因為我們也不能去 但是希望是希望 結果結果還是答案就是在那裡 對 搞不好現在都已經有答案了 不知道他們開完會了沒 不知道我 我就搞不好 其實警華基本上 我們先不管得不得獎 每一次都入圍就是最好的肯定 也就是說警華不管演什麼戲 不管什麼時代什麼角色 他都能夠得到評審的肯定 也許分數差一點點 可是平均分數最高就是他了 每一年都在 你要哭吧 哭吧 哭吧 我們好好想你哭 今年再不給他 合理嗎 各位評審老師